男人女人也必须要看 按照常理来说 一个安分守己正正经经的女人 你是撩不到的 有品味的男人 也不会随便去撩一个女人 对吧 那为什么有一些女人总是被别的男人撩呢 并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哎呀她也多么的优秀 而是她一直都在不断的去回应他们 回应就是一种答案 是给对方留有希望 我相信没有人会看不到 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一直去联系一个人 俗话说苍蝇布丁无缝的带 如果说哪一个女人让你一撩就上钩了 记住了 这不是你的本事啊 而是你呢 刚好遇到了一个按闹不住 想被撩的人 这句话呢 可能有一点难听 但是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实啊 希望你们啊 能够听得懂吧 我是Gasuda 我就想问问 你怕不怕麻烦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 能不能给我送朵小花 留个纪念呗 你什么学历 本科 那我考你个数学题 好 你考吧 咱们李经理二十年前二十岁 请问二十年后他多少岁 还用说吗 四十岁啊 爷记大学害死人啊 今天我跟我朋友去洗澡去 一进去我就问 我说撮澡多少钱 他说男的二十 女的是宝 我朋友说 咱俩也不差那两块钱呢 我说也行 男的有劲 还有什么 见家门可不想好人呢 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别人家的女人 难道是零件不一样 我嫖娼被抓了 然后必须啊 还得让你二嫂来签字 交罚款 你看怎么办 哦 好 我知道了二哥 我给你想想办法 你先别着急啊 喂 二嫂啊 二哥酒驾被抓了 现在在派出所呢 要拘留十五天 罚款五千 家账还得吊销呢 哎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完呀 我已经找了我同学了 把这个案子的性质呢 改成嫖娼了 你去了之后呢 你千万别多说话 然后呢 你就交一签罚款 签字 这样呢 就能把我二哥领回家了 哎 不用谢不用谢啊 亲爱的 啊 五十九加一等于多少 六十 哎呀 五十九加一 我知道五十九加一 六十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今天就在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是六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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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回来了 回来了 咋样啊 怀孕了 哎呦 妈 这 这不好事吗 我都不敢跟你说 那有啥的 那有啥事就说呗 大夫说的是双胞胎 双胞胎好啊双胞胎 好啥好啊 我就你一个男人 那一个是你的 那另一个是谁的呀 嗯 对呀 不是 那那那是谁的呀 我不知道 你给我说 哈哈哈哈 媳妇啊 刚才姐夫打电话了 说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什么忙啊 嗯 这不姐夫跟姐吗 要孩子要三年了也没有 咱俩二胎都老大了 他俩着急 何解找你帮个忙 那啥 姐夫也不是外人 那就帮呗 行啊 行 我行 主要是姐乐意不 你别笑 我姐有啥不乐意的呀 咱借给她钱 她还能不乐意啊 啊 借钱呢 啊 这不他俩合计做个试管吗 差三分块钱 合计跟咱们借一下 没有 还有什么 刚才不还说行吗 没有 爸爸你给我打生活费了吗 打了 一万 谢谢爸爸 嗯 喂 爸我查了怎么是三千啊 一万啊 你别骗我啊 我什么骗你 我没 哎呀 平中 平中 你别笑 打麻将 还有什么 如果把一个男人和一百个女人关在同一个房间 一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大家来猜猜看 高手都在评论期哦 花三万块钱 别跟我一个屋睡 别跟我一个屋睡上别的屋睡去 咋的 咋的 你敢帮给我传染的呗 我有点发烧 我戴口罩睡觉不行吗 这一换床睡不着 不行 你给我整个头都痛 我一咳嗽个喉咙 我咳嗽喉 你乐啥呀 人家咳嗽都胸疼 你可倒好 我咋的 我 你没胸只能头疼了 你这么说我是不是 看你以后头疼脑热 谁也管你 你管了吗 那别人家老爷们感冒发烧了 你知道别人家媳妇都咋说的不 咋说的 吃完药赶紧睡会儿去 醒了就好了 你再瞅瞅你 我咋的了 你咋的了 吃完药赶紧干活去 出点汗就好了 是什么你 我是这么说的吗 你就是这么说的 你知不知道你说完这些话 让我觉得我跟别的老爷们之间 知道啥距离不 啥距离啊 我们就像是一首歌曲 知道不 啥歌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完了姐哥 又咋的小鱼 我今天上医院检查 我怀孕了 没人摸过 没人亲过 没人摸过腰 没人亲过嘴 三十岁了 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你信吗 四十八岁的我 老是老了点 不过人家不都说了吗 女人越老越有味道 你怎么出去要个账 要了半年才回来 账要回来了吗 没有 虽然我没把账要回来 你那肚子怎么个事啊 我肚子咋了 你咋的你心没数吗 咱俩结婚快四个月了 一点动静没有啊 你要啥动静呢 那你不得给我留个后啊 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你算不算的 我又没耽误事 那不还是你的问题吗 就是你肚子不争气 你争气 一二三买单的选手 都没文字盯的时间长 你还想咋当务事 你别闹得没有用的 不行咱俩上医院查查 看怎么个事 我不去 我一个黄黄大姑娘 我啥毛病都没有 要去你自己去 你看 不敢去吧 那肯定你的事 你要这么闹嗑 还上医院干啥呀 怪麻烦的 明天换个人试试不就知道了 谁换呢 我换呗 你这个鬼吧 你别笑